我們現在複習氧化還原 這裡的內容不多 可是呢 算愛考 因為還蠻簡單的 判斷一下就好了 然後記一些該記的事情 然後我們要學問的事情是 叫做 1叫做根據實驗結果判斷活性大小 2叫做根據活性大小判斷實驗結果 判斷反應的發生狀況 第二個呢 我們要知道什麼叫氧化 什麼叫還原 什麼叫氧化劑 什麼叫做還原劑 它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有就 然後要知道 判斷元素化的物 安定不安定 活性大什麼之類的 然後現在就是判斷誰是好的氧化劑 誰是好的還原劑 這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乳 第一個呢 就是要所謂的做實驗 我們做了實驗來看金屬的活性 我們剛說呢 有鈉心銅來 酒精燈加熱 或者是鎂心銅之類的 這個不同的時候做實驗的 狀況不太一樣 不過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發現鈉最容易燃燒 有黃色火焰 生成氧化鈉 燒鎂就是有白色強光 生成氧化鎂 丟到水中喇喇以後變成鹼性 變成鹼性 然後呢 心不太會燒 然後還有一個烏龜殼 所以讓你把它剝開 然後重新再氧化再燒起來 還有一個致溺氧化成 然後呢 它也是 丟到水中喇喇以後成鹼性 最後銅是看不到燃燒的現象 它只會變成黑色的氧化銅 丟到水中喇喇也沒事 應該不溶於水 所以還是中性的 然後這樣子把實驗做完以後 我就會曉得 這三額的活性 誰大 誰小 炒藥 誰小 誰就是那額大於心大於鴻 這叫做根據實驗結果 判斷活性大小 或者是有人就寫ABC啊 什麼A二症 B二症啊 有反應 沒反應 這也叫做 根據實驗結果 判斷活性大小 會讓活性大小 OK 好 就是我們要做實驗 然後知道活性誰大誰小 那麼因為像這個我們講過 鹼金竹活性很大 容易跟氧作用 所以我們要把它儲存在石油 剛宣版寫礦物油 反正放在油裡面就對了 油裡面容易燃燒 要活性很大 活性大了就很容易作用 活性小就不容易作用 所以像黃金活性很小 不容易作用 所以可以長寶美麗的光澤 把原來的狀況一樣 有沒有 那麼這裡有所謂的氧化 這裡有化學變化燃燒 那麼我們國中通常是講 劇烈的氧化作用有光跟熱 而這個氧化指的是跟氧作用 跟氧作用 那麼如果是果然裡面 是劇烈的化學變化 有光跟熱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過 鈉可以在氯裡面燃燒 還有一個重點叫做 鎂可以在二氧化碳裡面燃燒 那就不見得要看得到氧氣這件事情 OK 好 這叫做燃燒的意思 那麼 這個是我們講過 要你背的事情就是 那個致密氧化成的 就是新根鋁 它有一個烏龜殼 擋在外面 霧內部的金屬 不會再繼續被氧化 的致密氧化成的心 那裡的我們之前 有要各位背的 再提示一次 再提示一次 要記下來 來 那麼這個對氧的活性表 看完 然後能背就背 背起來 你嫌它囉嗦太長 就背課本的 課本的比較少 課本的比較少 那麼 就有一個活性的秩序表格 然後網路上都有那個口訣 怎麼假喜歡那個美女 什麼什麼之類的 來幫你背 就是對氧活性把它記一下 因為 那就有一個叫做 活性大的金屬加吸酸 會產生氫吸 就是活性比氫大 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這就是 有關於我們的第一個部分 來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 來判斷我們金屬的活性大小